鱼啊 他一定会考这些鱼啊 棋啊 枝啊 这些平常我们在课堂上 我一直讲的 这个枝的用法是什么用法啊 这个折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折有没有意思啊 或者那一些 这些乙有没有意思啊 记得吗 我一直强调了这些字也 通常 有一 当然我不可以讲到这样明显啊 我有一些字我特别讲 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这样用 一定是这样 所以第一题他就会考这样的用法 明白的是吗 就会考这样的用法 然后第二题 你一定要回答完整的句子 你看啊 永州的地方的人民都擅长什么 同学们这边你直接写 他们擅长 不可以了 这是完整的句子 他们擅长打架 比如啦 就是打了他们擅长打架 你不可以直接写打架啊 看见他们擅长 所以你不用解说 永州的地方的人民都擅长打架 你们可以写 他们擅长打架 那完整的句子 所以同学们 第二题或者是其中一题 一定是一定是关于那一个内容上的 看到第三题吗 下列判断啊 一个是错误的 这个也是属于内容上的 所以你看啊 一个是词语 一个是内容 两个是内容 还有一个是中心思想 OK同学们 除了中心思想 还有什么字 是代表中心思想的 还记得吗 这个我和你们讲过吗 我和你们讲过吗 没有 OK 现在来讲 除了讲出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还可以讲出什么 本文的什么 好 好